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这次的热点互动直播节目 9月9日朝鲜进行了第五次 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核实验 国际社会反响强烈 多国表示要进一步制裁朝鲜 韩国更是披露已经有了针对朝鲜的攻击计划 同时外界也聚焦北京会如何反应 那么为什么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迄今似乎受效甚微 中共对朝鲜到底还有多大的控制力 北京下一步是否会拿出严厉制裁朝鲜的实际行动呢 今晚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嘉宾 就这个热点的事件做一些解读 一位是在现场的时事评论员Jason博士 Jason你好 你好 观众好 那么还有一位是通过skype和我们连线的 时事评论员赵培先生 赵培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非常感谢二位 那我们在节目开始呢 还是先来看一个新闻短片 中共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张连归 2014年曾在领导者杂志撰文预警 朝鲜的核设施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包括朝鲜目前采取平洞核试验 而不是封闭性更好的树井核试验 放射性物质泄漏不可避免 另外多个国家的专业机构 都曾预警朝鲜的核设施落后并有安全隐患 可能引发比切尔诺贝利更严重的核灾难 更严重的是美国核专家赫克 两次探访朝鲜核设施后 预警朝鲜迟早发生重大的核事故 张连归认为 一旦朝鲜核试验失守 可能使中国东北出现大片永久荒芜的地区 今年三月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270号决议 严厉制裁朝鲜 希望促使朝鲜弃核 北京也加入了制裁 但9月9号 朝鲜又进行了第五次核报 外媒称 朝鲜试图宣示制裁无用 张连归说 朝鲜半岛是和平或战争 分裂或统一都不会对中国构成致命的威胁 但是一旦半岛无核化遭到破坏 情况就完全不同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总统朴槿惠2013年透露 中国总理李克强曾表示 朝鲜核试验后 中方发现中朝边境鸭绿江的水质恶化 对居民有害 朴槿惠说 习近平与李克强对朝核问题都态度坚决 不过 为何中国对朝制裁无法落实 令外界关注 朝鲜这次核报距离上次不到八个月 间隔的时间远远要短于往年 朝鲜拥合自重的脚步越来越快 北京如何抉择 已经到了关键当口 新唐人记者林兰 纽约报道 好 观众朋友 我们今晚讨论题目呢 是朝鲜最新的一次核试验 欢迎在节目中间给我们打电话发表您的观点 Jason 我想先很快请您谈一下 就是这次朝鲜核试验的国际社会反响强烈 那么据说是当量最大的一次试验 那在你看来这次核试验跟以往的有什么不同呢 对 你谈到当量很大 这是一个因素 然后新闻中刚才也谈到了说时间很短 以前都是隔30多个月 是 这个核试验更多的是政治这个谈话 而不是说真正的核试验 而这次只隔了1月份搞完 9月份又搞 只隔了8个月 那么呢 好像就是说呢 真正的就是说呢 其实实质上最根本的意义是这一次的话 它的核试验是实实在在的核试验 而不是说是为了国际上示威的一个实验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呢 因为这次核试验它不像历史上就是说呢 是一个试探者做一个实验 看看我这个设备工作不工作 这次通过各方面分析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已经在往核就是导弹头上安装的那个核炸弹 这个状态下的一个标准舰的一个实验 换句话说呢 它现在已经具备了 可以往导弹头上直接放一个核的武器 然后呢 这个核武器的当量 就是它这次爆炸的当量 这个当量呢 就是说呢 是上一次 就是美国在广岛那个当量的 几乎有人说是一样大 有人说是三分之二这样的一个尺度 换句话说呢 就是说呢 它已经是局够大的一个威慑力的一个 一个可以被导弹运载的一个核武器了 一个是明明确的一个核武器 而不是一个简简单单一个 可就是潜在的核威胁了 而与此同时 你要看到就是在这个中国二十国峰会的时候 北朝鲜又发射了一个 也新研发的响尾蛇导弹 射程达到了一千公里 这意味着什么呢 北京直接在它的射程范围之内 换句话说呢 你把这两个技术放在一起 有一个非常廉价的 可以射程这个一千公里的响尾蛇导弹 它可以制造的无数多 与此同时的话呢 它又有能力把这个导弹上面加上核弹头 那么整个北京 韩国 日本 全部在它的无可防备的这种核威胁之下 这一切都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而不是一个潜在的核威胁 好 那我想问一下赵培啊 可能正是因为刚才杰森谈到的这些因素 国际社会这次是非常严肃对待的 那么韩国政府呢 就是在这之后呢 就是说金正恩已经失控了 那么在你看来 这个他这种一意孤行的这种对核的试验 是失控了还是他有他背后的逻辑 其实呢从这个自由国家思维来看呢 这么穷兵独武呢 那等于是失控了 等于是想要抱着大家一块死的想法 那么但是呢 我是说呢 从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呢 冷战在我们的思维当中 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很多自由国家的人忘却了共产主义的邪恶 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邪恶 那么这一次呢 潮信不过是提醒了大家共产主义的想法 我们看到星期一啊 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 这个华春莹就说啊 仅凭制裁并不能够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 朝鲜半岛的问题核心在美国 他这说的就非常隐晦 但是说的非常明确 因为共产党自从 不管哪个共产党 自从他成立之初啊 就凭共产党里面说 他一直有一个恐惧 就是灭亡的恐惧 因为他本身是反人类的嘛 他一直有这个恐惧 他要保护自己的生存 他就是不断的穷病毒 类似的思想 朝鲜不过是继承于中共 那么大家可想 大家知道现在朝鲜在饥荒 朝鲜现在正在闹这个洪灾 那么大家想想 中国的原子弹是什么时候呢 是1964年的10月 那么1964年之前 大家知道59年到62年 是中国的大饥荒 饿死3700多万人 那么这个时候 中共却是不断的净出口粮食 换取外汇 换取这个核武器的资源 去研究核武器 去放了第一颗原子弹 那么按照这同样的想法 当时中共也是失控 也是疯了 其实按照共产主义 刚才我们说的 他对自身的这个灭亡的恐惧 他没疯 他的意思是说 你们自由国家总是 让你们醒出 我是多么渺小 我会不存在 就比如说以朝鲜来讲 正是因为韩国 日本 美国这些国家存在 他会觉得 他的人民随时会反他 他觉得我拥有核武器在手 我能抱着大家一块死 你们就不得不接受我 进入你们的大家 你们不得不接受我的核要挟 继续养着我 这就是朝鲜共产主义的思维 也是共产主义一直的思维 所以冷战并没有过去 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 这种思维 这种危 对人类的危害 就一直存在着 思维和行为模式 好 那我知道我们现在线上 已经有观众 加州的丁先生 丁先生请问您在吗 在中学院 方辉主播你好 先生博士好 你好 您好 请讲 晚上好 关于这个话题 就是说 那个北韩 他这样子 就是 就是一天到晚 这好像自说自话 这样子 何止事报 也不是办法 那我认为 这个北京怎么办 我只是说 北京和豆腐粮办 对不对 谁叫他 他自己也是共产党 还关于这个 就是 我认为原因 就是最近美国 美国把这个 萨德系统 就是叫斩首部队 斩了半天 也没斩到人家的手 对不对 萨德系统 弄到南韩去 南韩的群众 也反对 尤其住在附近的人 他这个萨德 如果全拆掉 就拆掉一半 这样子 好像是 那个北韩 就好像是 这个核子事报 也许会 还会有 可是稍微慢一点 好 我们等一下 会来分析 好的 那Jason我想 就是我们来谈一谈 就是刚才 新闻中有谈到三月份开始 其实就对朝鲜开始严厉制裁 包括北京都已经加入 但是迄今为止 这个制裁似乎是收效甚微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呢 就是说呢 根本就没有切到 我这个命脉上 因为我们知道了 韩国是个非常封闭的国家 朝鲜 就是北朝鲜 它是个非常封闭的国家 它的这个整个对外的贸易 简直小得可怜 它全年对外出口的金额是多少呢 32亿美元 小的简直一塌糊涂 但是呢 这32亿美元的这个出口 90%是针对中国的 也换句话说 28亿左右是中国进口 进口的是什么呢 煤矿和铁矿 中国根本不缺这个情况 中国的煤多的 根本就挖不完的 中国给它这个90% 从这个进口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给它输钱 那么呢 而同时那个进口 大部分石油各方面 都是从中国走的 换句话说呢 如果就是说呢 你国际上按国际的标准 从银行体系 针对几个官员 把它的银行 那个账户封一下等等 根本不起任何实作用 它是真正的对外的贸易 几乎是清一色的 百分之八九十是针对中国的 如果中国这边的话呢 它不能真正的 就是说呢 当机立断 做什么事情的话呢 国际所有制裁 都是在那10% 那个边缘的地方 所以你是说 关键就是在 北京中共这边 但是我觉得中共不敢做的原因 就是它是第一 可能有不愿意的因素 第二有不敢的因素 实际上呢 我们刚才谈的 为啥我刚才说 这个1000公里很重要呢 因为呢 表面上它的核威设 是针对韩国和日本的 但是它背后 它潜台词也有中国 某种上讲的话呢 就是说呢 你也知道了 它属于这种 这种就是流氓无赖那种状态 如果它认为 你就是说应该帮助它 它的逻辑是你应该帮助它 如果这时候 你跟它一下子 好像划清界限 把它90%的进出口 给它关注了 那它可能恨你 比恨韩国日本还重 它真的给你扔一个炸弹 就是说呢 中国现在其实呢 有一些故事 赤裸裸的这个核威胁 其实呢 是针对韩国日本的 但是是呢 背后真正的核威胁 是针对中国的 你北京现在都在 它的震慑之内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 中国基本上是处于那种 不敢惹的状态 好 我们现在很快再接一下 大陆张先生电话 他刚刚打过来 张先生您好 请问您能听到吗 喂 你好 主持人 您好 请讲 我觉得您这个电视台 讲的这个事情 太正直了 我身在大陆 我身有体会 就是我想问一下 您这个电视台 它怎么收看 张先生 这个问题 我们工作人员 可以在后台回答您 您对于朝鲜这次的核试验 有什么评论吗 如果有请很快的说两句 这个我没怎么评论 好的 没问题张先生 那谢谢您打电话 谢谢您关注我们节目 我们后台人员 可以跟您再想一下这个情况 那我想赵培还是来问你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一个是你觉得 中共现在对于朝鲜的控制力 到底有多大 因为有外界的分析认为 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控制力了 已经 那么其次呢 就是说到底你认为 就是说中共对于朝鲜 为什么这个制裁 一直没有落到实处 我非常同意杰森博士刚才说的 其实呢 中共历来对朝鲜的政局影响力有限 但是对朝鲜却是有控制力的 正如杰森博士讲的那样 他是贸易上呢 是他最大的贸易国 那么现在他只要对他封锁了边境 那么朝鲜就可以说 没有那么多钱去搞这个核实验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 中共对朝鲜的政局没有多大影响力 大家可以比对一下苏共跟中共的关系 中共有了原子弹 他也敢把这个苏林老大哥 可以亮一边互相批斗起来 那么朝鲜自从 自今日城开始 就历来对中共持很大的防备态度 因为当时呢 中共是支持着从延安回到朝鲜的这个武城这一派 那么斯大林是支持金日成的 那么最终的是苏共获胜 所以呢 金日成在的时候呢 他就清理亲中的延安派 那么一直到金正恩上台呢 他清理亲中的古府派 所以呢 他历来跟中共是一种靠着中共 但是又要杜绝中共对他的朝政产生影响的 这么一个共产小兄弟 中共对他来讲呢 是既爱又怕的一种状态 因为中共现在除了 他的意识形态 我刚才说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要考虑一点 就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与自由国家为敌 他从来没有放弃要 这个解放全人类的这种极端思想 那么现在中共的问题是在于啊 他还想消费着当时的朝鲜战争 我们可以看一下2016年 他拍了个主权率的 所谓的主权率电影 我的战争就在消费着这一切 而且他的这个宣传片出来 被中国网友骂了狗血喷头 说是没有人性 没有反思战争 只有战争狂人的一种状态 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呢 中共可以说呢 在台上一天 全世界解决朝行问题就非常困难 那么全世界应该反过来顺序 新解决中共 然后解决朝行问题就易如翻掌 好 那我们现在线上又有两位观众 我们很快接下观众电话 一个是新泽西的彭先生 彭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请讲 我就直接讲了 这个中共它一直想解放全人类 以前我们在大陆的时候 一直讲就是全人类 还有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 所以它把这个武力 专门输出 输出到东南亚 印尼 老挝 所有的国家它都给了它的支持 给这个枪炮 叫人家打人家的政府军 跟朝鲜也一样 朝鲜更是它的这个 它把那个武器 粮食什么都给了这个北朝鲜 然后呢 它是所谓同志家兄弟 所以它肯定可以解决问题的只有它这个人 它既邻人 所以今天才那个 Donald Trump才讲过 这些事情只有中共可以解决 只有把这个中国 他当时讲中国 当然我要分析 不是中国 所以中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他的小兄弟 这是他的baby 这个Donald Trump 这是他的baby 好 谢谢彭先生 因为时间关系明白您的意思了 那么下一位呢是加州的何先生 何先生您好 大家好 两个问题请教追胜和赵培 这个长期以来 朝鲜中国总是利用朝鲜在国际上挑事 从而提高自己的这个国际地位 现在中国表面上是跟国际社会一起制裁 但是背地你是不是还在支持这个朝鲜 第二个问题 朝鲜的核技术是不是中国提供的 有没有可能这个情况 第三个 因为中国跟俄罗斯的国际立场 国际社会要灭这个朝鲜好像不可能 你们评论一下这个事 谢谢 好的 好 谢谢何先生 Jason 我想大家都谈到了这个中共长期以来对朝鲜的扶持 结果现在朝鲜的核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了 确实是北朝鲜就是中国一手 这个靠这个就是牺牲中国几十万同胞的生命建立这个金家王朝 这个从这个历史上确实是中共是这个建立了金家王朝 同时了扶持了金家王朝 但是确实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过去这么几年里头 中共跟那个北朝鲜几乎是就是说呢 就是越走越远 有点越走越远了 甚至有点貌合神离的状态 主要原因就是说呢 这个金家王朝呢 其实已经进入了这种 就是说呢 对中国是经济上依赖你 但是政治上要孤立你 根本不听你的话 而中国的话呢 就是说呢 国际上的话 它现在更重要的是一个和平发展的方向 所以说它也就是说呢 以前就这个意识形态上的这种跟西方的斗争 也不那么严重了 实际上呢 现在中国非常希望那个朝鲜半岛能和平 这样的话呢 它的对外贸易可能会更好一些 所以在我看来的话呢 就是呢 它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此时这个逐流的话呢 在压在中国的背上 这个是其实对中共来说的话呢 也是一个头疼的事 它也不断的给它输金 同时的话呢 但是它又没有勇气 或者说没有政治勇气 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 在我看来的话呢 是核心的问题 就是说呢 是中共 北朝鲜的问题 核心是中共问题 但是呢 与此同时的话呢 中共它又没有能力 解决自己历史上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毒瘤 对 所以外界评论说 它现在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 对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赵培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新闻中讲的 其实这一次呢 可以说实实在在的 已经威胁到中国了 因为这次这个因为朝鲜这个核实验的威力比较大 所以 吉林的这个一些城市呢 学校学生都疏散 那么到底就是说 这个朝鲜拥和对于中国和中国民众的威胁会有多大 其实呢 威胁呢 我们从几个方面讲吧 首先呢 自然环境方面讲 虽然呢 这个中共的环保部门是没有对中国造成影响 但是网友们都不信 网友们说呢 老百姓烧个几杆都能对环境有影响 都能产生雾霾 何况原子弹爆炸呢 所以呢 这个第一是环境上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第二个呢 涉及到中国的经济层面了 因为我们知道呢 中共可以说把中国东北的东西啊 抢劫一空 大家知道中国东北啊 在维满洲国时期 它的GDP是亚洲第一 超过日本本土 它把东北的煤石油都抢劫一空 去补充它的这个 北上广深的这种大城市的开发 那么可以东北留下一个烂摊子 那么现在东北的问题 经济问题是十分严重的 我们知道呢 黑龙江的这个养老金呢 甚至只够发一个月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2010年5月 它有一个东北振兴计划 是1.6万亿的巨额投资 其中呢 还包括在辽宁设立自贸区 就是想让东北能够重新站起来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在那边绑个这么大的核威胁的存在 那么谁还敢到东北去投资 东北人自然还要往外跑 东北人口下降 养老金自然成问题 所以呢 这对整个中国的经济的实质性威胁 已经产生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涉及到国家民族利益呢 中国的当权者应该放弃中共 以至于才能够先解决中共的这个问题 先要放弃中共 然后再去解决朝鲜的问题 这样一切都理顺了 现在不理顺 就是因为一切的扭曲点就在共产党 还能够影响中国政局的这个情况下 所以呢 对中国最大的影响 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个整个党文化 共产党附提中国 其实Jason 赵培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国环保部的一个反省 就是说这个没有环境 对环境没有影响 这让我想到其实几乎在同一时间 中共的这个军媒呢又发表了一个文章 其实基本上在朝鲜这个核试验结束之后 他马上发了一篇文章 但是他这个文章不是针对核试验 而是说这个部署萨德一切免谈 这个文章就标题是非常非常直接的 但是这个网友就评论说 看来就是说中共对于这个萨德的关心 要多过关心核试验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你怎么看这两种不同的态度 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南韩为什么要从美国那儿搞萨德 部署萨德呢 原因就是因为北朝鲜有核威胁 就是说呢 你不能说你这边拼命的照原子弹 整个导弹不停的准备往我这儿砸核武器的时候 我连一个防御系统我都不能有 当然了中国说啊 你这样的防御系统 打破了我们这边的这个武力平衡了 那你应该问你的小兄弟在捣乱 你捣乱的别人根本没办法 别人把耳朵堵上的时候 你说你堵上耳朵对我来不公平 这样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就是某种讲的话呢 但更重要的层面就是你刚才说的 在核爆了以后 第一点就是这边房子已经晃得不得了了 大家以为地震了 然后呢他第一发明说 上没有发现有毒的什么气体 什么被污染的这个环境 他第一时间特别紧张的 就是说呢 是怕老百姓因此担忧 对他把这个非常轻描淡写 轻描淡写就说过去了 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知道了 刚才那个新闻中谈到了 事实上呢 不是说中共不知道 李克强跟那个普警惠说了 说是他们发现了这个将来 鸭绿江旁边有污染的情况存在 而且上只有100公里 核爆的地方和那个只有100公里 你一点点没有污染 几乎是骗人的 只是污染程度有多大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说 因为他和北朝鲜的核爆的时候 他就是在中国那个边境边上报的 如果对任何国家有威胁 那是对北朝鲜的国家是概念上的威胁 对中国是已经实施在此时此刻的威胁 第一跳出来应该反对这个核实验的 应该是中国 反倒中国始终的去扯一个美国的 什么萨德导弹的问题 实际上他总是把自己国际的面子 国际潜在的这个威胁 放在老百姓的生命之上 这就是一个中共在整个国际 国内处理问题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他总不把中国老百姓的命 作为第一重要的事情来看待 是 赵培先生在这个问题上 你有什么补充吗 我可以回应一下刚才观众朋友那个谈话 其实中共还是冷战思维处理这个事 利用萨德挑动反美反韩 我觉得单是这次的核实验 恰恰打了所有还喊这个的脸 现在中国网络上已经不喊这个 因为大家觉得 我们应该在自己家门口也不这个萨德 因为说不定他什么时候就打到我们家门口 那么历史上对于共产主义 或者对于纳粹这种主义 采用绥靖政策的 会给所有国家的人民在着重大灾难 不信你就看看张伯伦当年挥舞着那张 希特勒签名的这个和平协议有没有用 那我想既然二位都谈到了这个和 这个拥和对于中国的这个影响 那么现在中共它在这个第五次核实验之后呢 它是不是也受到了很大的国际压力 那你觉得Jason在下一步 他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些对于朝鲜的实质性的制裁举动 这是我刚才说的 中共如果想制裁韩国 它一制裁韩国经济就垮了 所以说它基本 就是说北朝鲜 它基本上呢 它是现在的办法就是说呢 但于从事它也知道了 对于北朝鲜这样的流氓 什么事都敢做出来 它完全是没有办法防备它做的 所以说我自己感觉上呢 中共现在基本上是 可能是不敢做什么事 它可能会在这一次 国家那个联合安理会 如果再出台什么政策的时候 它会像三月份一样 去赞同票 但是它不会 独自的提出一个更严厉的 更有效的制裁方法 因为呢 就是说本身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呢 中共现在内部有很多的这种政治问题 它可能呢 内部的问题也使得它呢 不想在外头再惹一个 北朝鲜这样的一个流氓无赖在它门口在撒泊耍赖 但是我可以看到就是说呢 中共特别是北京 可能在这个事情上呢 可能会随着国际社会做出一些事情来 但是呢 它不会独自的做出更有效的方法 但实际上的话呢 它的养虎已经违患到了 根本就无法收复式的一个状态 是 所以就是赵培那 在这样下去的话 其实中共外界说 你不做什么你得做什么 因为到时候这个朝鲜的这个 很可能就打到你的家门口 你认为朝鲜在拥和问题上 它是有没有可能真的做出一些什么 什么举动来 那么对于 我觉得对于中国领导人 这恰恰是给他们敲了一个警钟 一面是中华民族的利益 一面是共产党的利益 你到底为户水 我们知道上一次朝鲜战争 打掉了这个毛冬的长子 这样让中国不至于成为朝鲜 那么现在正是这种砝码 夹在中国领导人的身上 让他们去反思 我到底要中华民族的利益 还是要维护共产党 我觉得明智的人会做出明智的抉择 是 所以谈到这个 我也想问一下 Jason 还有点时间 就是我们看到习近平在上台以后 他对于朝鲜态度是很明显的疏远 而且跟以前的领导人不同 那么你认为就是说 他迄今为止 一直没有对朝鲜做真正的这样的一个 制裁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他党内可能还有一些政治阻力 这一点我是相信的 因为毕竟就是中共在这个意识形态上 觉得和这个所谓的金家王朝 还共举了一个共产主义的这样的旗帜 那么就是说 当然习近平到目前为止 所有周边的这种领导人都见了 就是没见北朝鲜的这个金正恩 也就可以看出来 习近平是想撇清这个关系的 但与此中说 他也没有能力或者没有精力 现在去针对这个小金三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目前这个事情的话 只能由着他 而且他越做越大 所以说也没法做什么事 所以外界说 他还是比较要看美韩的反应 对 好的 好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